最近流行猫熊快闪 在日本最红的是这只黑熊 它是熊本县的吉祥物叫猛熊 根据日本央行的统计 它诞生这三年来 创造的经济产值 折合台币是354亿 是目前全日本最会赚钱的吉祥物 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它的前辈 Hello Kitty 又猛又呆的大脸 眼睛上挂着大大的腮红 更是政治标记 当前日本最红的吉祥物 不是Hello Kitty 也不是哆啦A梦 而是来自熊本县的 熊本县的熊本县 猛熊 胖胖的黑色身躯 趁着小雨伞 猛熊献出它的歌坛处女秀 在镜头面前耍萌拍MV 还跳着可爱的猛熊体操 简单又无以头的创意吉祥物 技能小兵力大功 成为熊本县最赚钱的金基母 根据日本央行统计 2010年3月诞生的萌熊 短短三年间就替熊本县 赚进1244亿元日币 折合将近354亿台币的产值 增加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 但一般人很难想象 萌熊爆红的幕后推手 竟然是熊本县的一群公务员 熊本县本来在日本知名度并不高 为了提高人气推动观光 熊本县欠服敌案 打造卡哇伊的萌熊 还让他担任熊本县的宣传部长 萌熊不光会耍萌 外表看似笨拙的他 其实动作相当敏捷 不但能上山下海跳坛翻床 甚至泡温泉 一般吉祥物做不到的事情 萌熊通通代救部 超领人化的吉祥物 成为萌熊高人气的关键 萌熊不但一举拿下 2011年最受欢迎的 在地吉祥物冠军 根据行销公司 Character Data Bank调查 萌熊诞生短短三年来 甚至打败可爱教主前辈 Hello Kitty和美老鼠 成为日本民众 最有好感的角色 萌熊根本认为是开启 日本吉祥物风潮的关键 他以泡而红的过程 也成为各界 矚目的行销典伴 宇宙本书